安倍晋三 这个月救病复发 因为溃疡性大肠炎 先后在17号和24号到医院就医 身体健康不堪负荷 安倍虽然辞职并未立即下台 而是继续留任 直到执政的自民党选出下任首相再行交接 对于安倍辞职 英国首相约翰逊推文 称首相安倍为其国家和世界做出巨大成就 在其领导下 英日关系日趋强大 感谢他的服务 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他辞职感到遗憾 并祝福他健康 65岁的安倍目前已在任7年8个月 是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最久首相 他最早提出印太战略构想 并在任内强化与美国等民主国家关系 他采取的刺激经济措施被称为安倍经济学 面对中共 他也采取更加强硬务实做法 安倍辞职后 自民党9月1号将召开临时会议 敲定党魁改选时间表 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 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 官房长官简一伟 防卫大臣河野太郎 及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都是可能接班人选 外界也对安倍政策延续性很有信心 安倍宣布辞职后 日经指数一度重挫2.7% 日元则去向走强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和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瞬间